据俄罗斯卫星网7月21日报道 继美日宣布向南部海域派出航母巡航之后 英国和澳大利亚也宣布将加强在亚太海域的军军事合作 据西英国军方宣布 即将向南部海域派出伊丽莎白号航母 以践行所谓的航行自由原则 虽然英国海军目前正面临军舰荒 但是英国国防部长凯文威廉姆森承诺 将加强在亚太海域的海军部署 这也是自2013年以来 英国海军首次向太平洋部署海军舰艇 以加强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同盟 英国防长称 英海军的伊丽莎白号航母将部署在太平洋 和澳大利亚等国海军并肩航行 据悉 伊丽莎白号航母排水量超过6万吨 能够搭载包括F-35B隐形战机在内的60架舰载机 该航母将在不久之后正式投入使用 并组成单独的航母战斗群 包括多艘反潜护卫舰 防空驱逐舰和核潜艇 英军表示希望能够和地区各国进行合作 共同维护南部海域的海上安全 据统计每年大约有3.4万亿美元的货物从该海域通过 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 而澳大利亚方面也宣布 将派出该国海军的旗舰堪培拉或阿德莱德号 两栖攻击建附南部海域进行巡逻 这意味着在未来不久之后 加上自卫队的加赫号航母 日英澳三国军会派出航母前来巡航备战 实际上在此之前 美军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已经多次现身南部海域 而日英澳三国此举也是在响应美军的号召 军事专家称 对于我军而言这是真正的对手和威胁 必将严重威胁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英国海军此次要派出的伊丽莎白号航母 号称是全球战斗力第二的先进航母 该航母满载排水量6万5千吨 超过辽宁舰核002型航母的吨位 长度为280米 宽度为73米 可以携带60架各种舰载机 并且应用了先进的全电推进技术 该级航母一共有两艘 四舰威尔士亲王号航母也已经在2017年年底下水 虽然伊丽莎白号航母被寄予厚望 但是该航母在服役之后却出现了大量问题 包括严重的漏水问题和发动机问题 同时英国海军不久之前在报告中承认 由于缺少必要的护航舰艇 英军很可能无法派出足够的护航舰艇 保卫该航母在远海活动 更让人尴尬的是 该航母至今没有配备F35B战斗机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只能当作一艘直升机航母使用 zo white 打した lurs